有朋友問了 香港現在搞成這樣 小孩子在深圳還是在香港讀書好呢 教育上有沒有分別呢 可以安靜一點 大家拉繩的時候 我問了一個問題 大家聽到嗎 有請了博士幫你解答一下 好 讀書是很普通的 讀書是要來賺吃的 不是出人菜 特別香港 那十大富商都沒有讀大學的 讀書是要來賺吃的 不是賺錢的 讀書 所以在世界上 我在二十幾年前講的那個演講 在深圳 所有企業家來聽 主題就是 為什麼 成功企業家 不是經濟學者 但是要讀的 需要讀的 因為你要賺吃 不然你不可以生存